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走进今天的明镜读书 上一回我们说到的是陈水扁的夫人 台湾第一夫人吴淑珍 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另外一位第一夫人 是马英九的夫人周美清 周美清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号生于英属香港 籍贯是南京 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 第十三任总统马英九的妻子 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 夫妇育有马维忠马袁忠二女 父亲周兆燕当过船长 与母亲周乔新真育有四子女 老大周美琪定居美国 老二周伟琪 老三周美清 老四周伟雄定居美国 周美清与马英九在美国念书恋爱而结婚后 支持丈夫马英九继续在哈佛大学 攻读法学博士 举止低调并且长期投入公益活动 台湾官多 官夫人也多 但是周美清被视为异类 说她是异类 不仅指她没有蒋介石夫人宋美玲的华贵雍容 没有李登辉夫人曾文慧珠光宝契 既不像连战夫人连芳雨 那种由学美小姐演变而来的贵气逼人 也绝不像陈水扁的妻子吴书震那样 由多年反对党一招上台之后 迸发的霸气凌人 即便是马英九特别废岸开庭时 周美清依然一件连帽休闲运动棉T恤 一条牛仔裤一个黑包 迈开大步走自己的路 就在马英九贵为台湾总统的时候 周美清依然不改往日的本色 台湾媒体称她是继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之后 二十年以来第一个不失之粉 不着华服的第一夫人 说她是异类 更是因为周美清与台湾多数官夫人迥异 中华民国历来的总统夫人 宋美玲、蒋方良、曾文慧、吴书珍 皆并无独立的职业 他们全力照顾家庭辅佐丈夫 甘当丈夫的附属陪衬 周美清不同 她拥有自己的专业 一直是一名职业妇女 坐公共汽车上班 也亲自骑机车接送女儿上下学 她是中华民国第一位在职取新的第一夫人 但之后不再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上班 随后为避免扰乱人们的生活 索性从兆丰国际商业银行退休 2008年3月22号台湾大选揭晓当天 周美清拿了报纸穿过红绿灯 到公共汽车站牌下等车 对于一路紧跟的民众和记者 她始终微笑以对 上了车 她若无其事的听着MP3 不理会周围记者和乘客的窃窃私语 40分钟后到达办公室 同事们纷纷祝贺 她却毫不领情的说 不要叫我马夫人叫我周处长 但是面对媒体她却表现得很有礼貌 一位曾经跟踪采访过她的台湾记者回忆 有一次周美清看到她跟在身后 天空飘起雨来 周美清撑起伞 特地从她的右边绕到左边帮她撑伞 她当时受宠若惊 忙说夫人我来撑 就见周美清笑笑说没关系 我比较高 就这么一路撑着伞 这名记者陪伴着周美清走到了赵峰商业银行的办公大楼 对于每天穷追不舍的记者能以礼相待 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这或许也跟周美清学识丰富有关 她从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后 到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正是在这里她认识了同班同学日后的终身伴侣马英九 周美清的父亲周兆燕在航运界颇有名气 曾担任英国级轮船船长 周美清生于香港 祖籍是南京 西下育有马维忠马元忠二女 马英九是在高三时和高一的周美清 在自己家中初次见面 但追溯到一九五零年 马英九在香港的出生地青山道 竟然周美清小时候也住在附近 尽管一岁就回到台湾的马英九 当时没有机会见到小两岁的周美清 但两人勉强算是邻居 马英九从台道法律系毕业之后当完兵 1974年申请到美国纽约大学攻读法学硕士 当时就读政大法律系的周美清 一样申请到纽约大学研究所 在马力军搭桥下两个人通过一次电话 马英九离台那一天 和到机场送朋友的周美清第二次见面 随后周美清赴美成为马英九的同班同学 年轻的马英九一直喜欢长发温柔的女孩 但这次他想 一个有智慧会思考的女孩 外表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马英九拿到硕士学位飞到哈佛大学 继续攻读博士前 决定把周美清定下来 2008年大选前一个多月 马英九在台中的情人节音乐会上 讲起当年的求婚 两个人如谈判一般的面对面 他写纸条 事到如今恐须宿定 勿在犹豫嫁给我吧 不过周美清断然否认马英九这一段毫不浪漫的求婚过程 婚后周美清一度搁置自己的事业 搬到哈佛照顾马英九并提供经济支持 他身兼述职 当过餐厅招待图书馆打工人员 东亚研究所助理 再加上生养女儿 马英九说他在修PHD 而太太修的是PHT 求学期间马英九一边苦读一边赶编波士顿通讯 期间他的文章不带情绪性字眼 却勇于表达个人意见 很有些周美清的个性 有人看出在这本他主编的月刊当中处处可见周美清的痕迹 纷纷猜测当年马英九注文时必定有周美清在旁注针 这个一刚一柔的女人也有常为马英九津津乐道的可爱的一面 他在自传中写了一个笑话 一次两个人出去玩 近视的周美清突然指着远处的一块招牌大喊 那边有金雄我们过去看看 走近一看原来不是金雄而是冰啤酒 而这两者之间只有一个英文字母的差距 全家过了几年困窘的生活 直到马英九博士毕业 进入华尔街一家公司才宽裕一些 不久后回到台湾 马英九开始在仕途上站露头角 周美清则远离先生的政治事务 开始自己的工作 自马英九从政以来 周美清几乎不介入他的任何公务 不进他的办公室 直到一九九八年 他参选台北市长才第一次公开露面 他以职业女强人的形象过自己的正常生活 造了低调的公众印象 两次市场选举 他都只在最后一周以亲民爽利的作风 辅选被媒体戏称是英美联军 选后继续退避与政治划清界限 他对外强调自己不愿做花瓶 不认为身为政治人物的妻子 就得像附属品一样 跟着丈夫到处拜访或参加社交活动 周美清曾说 他以他认为最有帮助的做法去支持马英九 而大家是选市长 而不是选市长的太太 台湾公众称他为媒体绝缘体 不沾锅 记者只能在他出门等公交的间隙围追堵截 却只换来若干句谢谢辛苦了 然后他面带微笑不及不必坐上606路公车自去上班 或者问问跟他一起上车的记者有没有吃早饭 即使如此竞选政治的鸣枪案件也不可避免 2007年底台湾苹果日报报道 马英九的幕僚看到报纸就断定是子虚乌有 因他一向谨慎公司分明 在家不接电话 手机不肯告诉别人 选举开始后连四人聚会都避免参加 怎么可能介入这种事情呢 赵丰金股票事件后 幕僚们打电话给刚刚丧富的周美清 他把细节交代得一清二楚很快赢得信任 他的果断和谨慎有时显得更胜马英九一筹 对许多男性政治人物来说 夫人牌最大的功用就是广结善缘 不过周美清却不一样 他一九九八年时曾说 我有我的专业训练 我觉得我可以从其他角度全力的在幕后支持他 周美清显示出理性和聪慧 以法律财经的专业素养 帮马英九会计民意 提醒要解决的问题 提供必要的建议 能让马英九以不一样的角度思考政策 难怪许多人会认为周美清是马英九的秘密武器 马英九自己也怎么说 在家里我太太是评论家 周美清则称自己是可以随时给马英九 最中肯批评和建议的永远忠诚的反对党 周美清平时形势极为低调 所以在马英九参选台北市长前 知道他名字的人不多 一九九八年七月 周美清第一次公开露面 就给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话简洁率真 毫不客套修饰 甚至朝马英九频频开炮 与一般官夫人以夫为尊的态度截然不同 他直言马英九不是他的偶像 对于妻子犀利而略带调侃的言辞 马英九偶像尴尬但始终微笑以对 不光在幕后支持也在台前助威 台湾大选前两天 周美清在台湾岛内各地为夫助选 在拜票活动中面对选民不管是谁 他都是九十度鞠躬 并紧紧握住选民手 用最大诚意嘱托 请支持二号马英九 遇到蹲在地上摆摊的民众 周美清还会跟着蹲下身去与对方握手 绝不俯视对方 粗略估计他一天至少鞠躬一千次握手一千次 两天下来周美清握得肌腱发炎受伤 因为九十度鞠躬招牌作风让人印象深刻 有舆论评论说他比马英九还要美 更像个坚毅的政治家 当马英九因为特别废岸 可能无法参加台湾大选时 有人甚至建议周美清代夫出征 马英九风风雨雨 周美清却始终一如既往 丈夫春风得意 他不跟在旁边沾光取宠 丈夫经历艰难 他也没有装腔做事以博取同情 周美清是位标准的职业女性 他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做饭做菜 帮女儿温习功课 做事干练快人快语的他强调 不愿做政治花瓶 不愿像附属品一样 跟着丈夫到处拜访或参加社会活动 然而周美清不可能只是周美清了 大选获胜之后的3月25号 周美清发表声明说 处于需要他会考虑辞去工作 而他搭公车上班也将成为一道过往的风景 留在台湾民众记忆深处 2008年6月3号 他当上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名誉会长